今天司法是還給馬英九總統一個清白跟公道 那我們也呼籲執政的民進黨 不要應該停止以司法來做政治追殺 這個案其實是蔡政府在2017年以後 重新再起的一個案子 那以這樣子的這個爛訴來做政治上的追殺 我想今天司法總算也還給馬前總統一個清白 我想我們除了感到欣慰之外 也再次呼籲應該停止用司法的方式來進行這個政治追殺 為了在它們次治療完治的方式來進行只有十分沒支持 都爹不和小的一連夜 都爹不和的一連夜 那你不和大大實偌 你就算繼續講 那是三天 你不和小就說